這個車子我們買3萬塊而已 其實這個車子引擎是正常的 變速箱是正常的 一般車行3萬買9萬賣下就賣掉了 那我們來幫大家記錄 其實你買老車 你當然去市場上買這種 9萬12萬15萬的 你一定要預留大概是5萬塊的金額 來翻修整理這個車子 他不會賣一個整理好給你的 其實喔這個車子 你在不細查之下 皮帶也正常 水溫加壓也都ok 在我們用檢測設備測的時候只有一個東西 因為他電瓶在後面我們已經測過了 他電瓶的電量比較不足 所以要換個電池 那這種進口車最好是換Vata的電池 換國外的 你千萬不要再換什麼湯錢的 換一個什麼 國產的 那對於他這個車子基本上是很受傷的 他要的電壓電容 並不是一般國產電池可以給他的 大家好我們是捷運汽車 今天又來的老車整理大翻行 我們不是那種什麼把車子改的好像什麼 很帥的空力套件 很嚇怕的頭燈 那個滑中取種 化而不實 我們今天就要來記錄 這一台 2008的 賓士E-Class 其實喔這一個大小眼的 在我剛坐中古車的時候 那時候都賣個150、200 那時候是 非常暢銷跟頂級的車子 但2008嘛 經過16年 歲月的摧殘 這個車子我們買 3萬塊而已 其實這個車子 引擎是正常的 變速箱是正常的 一般車行3萬買了 9萬賣下就賣掉了 那我們來幫大家記錄 其實你買老車 你當然去市場上買這種 9萬12萬15萬的 你一定要預留 大概是5萬塊的 的金額 來翻修整理這個車子 他不會 賣一個整理好給你的啦 連我們都不可能 我們能做的就是 功能性 有問題的話 我們更換 但我們沒有辦法修的 每一個項目 有一點瑕疵就修 我為了要記錄這台車子 一般人買回去 他遇到什麼狀況 跟他修起來花多少錢 我一個一個告訴你 其實喔這車子 你在不細查之下 皮帶也正常 水溫加壓也都OK 在 我們用檢測設備 測的時候 只有一個東西 因為他電瓶在後面 我們已經測過了 他電瓶的電量比較不足 所以要換一個電池 那這種進口車 最好是換Vata的電池 換國外的 你千萬不要再換什麼湯錢的 換一個什麼 國產的 那對於他這個車子 基本上是很受傷的 他要的電壓電容 並不是一般國產電池 可以給他的 畢竟他那個都有型 而且這台車是柴油車 對應到柴油 他需要的啟動馬達跟啟動電壓 是特別大的 才用引擎的 電池容量跟大小 一定比汽油引擎大 這個是 無庸置疑的 好那再來 其實我們在 檢測的時候看到 進行的真空進氣管是有破損 但是沒有聲音喔 他的破損是什麼 那再來 這車子基本上如果不是這麼 為了拍片那麼細膩的檢查 唯一可以看到 一般孤車可以看到的內容就是什麼 這個 按鍵 破皮了 要換一個按鍵 好再來是什麼 我們不是孤車的影片都會教大家嗎 電動窗一定要每一個 去按 天窗也要自己按開關 好打不開了 這有可能是馬達壞 有可能是連續按鍵壞掉 但是我必須要說 正常2008的車子 在他打得開 只是動得比較慢的話 我們一般不會修 如果不是為了錄影的話 他的儀表 里程數14萬 查過驗車里程的 是沒有問題的 儀表沒有亮任何的燈 儀表的部分都是正常的 甚至在今天外面室外38度的狀況之下 冷氣的冷卻程度是很好的 是很冷的 不管是壓縮機的力道 或者是冷煤的 足夠的程度 包含這個車子我們 待會來 檢查完已經一個禮拜 我才開始拍片 風箱也不會漏 因為如果有漏的話 一個禮拜他可能就漏掉了 就沒有冷的 冷度了 所以在冷氣系統的部分是OK的 可是你以為冷氣系統的OK 車子就不用修 不用保養嗎 來 大部分都是底盤的部分 有需要更換的 這個輪胎換過為什麼他還要叫我們換一次 硬化非常嚴重 硬化非常嚴重 為什麼 所以輪胎很爛 這南港的這也不是什麼 而且這台是21年的 前輪是22年的 所以代表 你們開起來陸式輪胎非常大聲 那是這個輪胎的特性 前面應該沒有那麼大 喔 所以南港這是什麼型號啊 這條 NS25 你們有用過NS25的也告訴我們是不是很吵 他大部分都是底盤下面的東西 這個已經破了嘛 這邊也破了嘛 這些連接的球頭 破了會導致什麼呢 就是 底盤會call的異音 這台車很習慣 這台車的 煞車系統 都沒換過 所以 要把輪圈拆下來才看得到 但我們在維修的時候分享給你 4個碟盤 4個煞車皮跟這些底盤的套件 很多地方都需要更換 也就是說 這些東西都是 看不到的 那我們接下來 就請師傅 1.1滴維修分享 怎麼修 什麼時候需要修 跟價錢 我們今天要來整理這台W211 E220D 才有的 賓室 然後我們 回來的時候有先用電腦檢測 他所有的通訊都有丟失的紀錄 電壓也有電壓低的紀錄 所以也有可能是電瓶 放太久 這台車很久沒開 之類的 導致電瓶沒電 然後所有的通訊都異常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 看電腦檢測的項目 我們電腦刷出來的故障 幾乎都是通訊 然後造成其他一些標準化丟失 所以有可能天窗 的問題是因為 煤電 造成他的標準化丟失 所以他作動異常 所以我們等電瓶換完之後 來學習看看 電窗會不會就正常了 好 電腦就大概就這樣子而已了 我們現在引擎勢蓋 拔開來之後 我們檢查引擎 只發現這一條 真空管 他真空管已經脆化了 一捏他就裂掉了 有沒有看到 他原本是插在這邊的 所以這條真空管到時候也要 真的換掉 然後其他引擎部分 其實看起來 還蠻乾淨的 這台主要 都是底盤的 問題比較多 前車主也有在顧啦 所以 目前看起來都很漂亮 很乾淨 我們先把車頂起來看 來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的推幣 控制幣 這一支 已經換過了 顏色有沒有 跟別的有點不太一樣 它比較型 然後這一支沒換過 你看這邊 橡皮已經裂掉了 所以這一支也要換 然後這個 這支零子串也要換掉 這邊 這邊球接頭 這邊也壞了 所以這個球接頭也要換掉 然後另一邊 也是一樣 這個球接頭 一樣破損要換掉了 這裡也破損了 直的這一支控制幣 兩邊都 裂了 所以這支都要跟著換掉 其他看起來就還好 眼前這樣看 也幾乎都沒有漏油過 然後變速箱 這一塊 它應該也是有換過 所以都是乾的 再來看後面的引擎腳 它引擎腳應該是有換過 顏色就很乾淨 跟其他的鋁的顏色 看起來就是有差異性 就代表它這個應該是換過 等一下看我們的輪胎 我慢慢轉 有沒有感覺到有 波浪的感覺 有喔 對啊 它這個輪胎都變形了 就長時間放著 車子都沒有在動 要不然就是它的 輪胎的 氣壓 異常過高或過低 放久來都會導致 輪胎放著就變形了 其實它這輪胎 也用沒多久 21年換的 三年 所以 你長時間放著都是 最好啦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你車子 還是要動一下 輪胎才不會那麼容易變形 再來看 它的煞車盤 已經生鏽嚴重了 然後很明顯的 吃溝 很深 然後它的煞車皮其實也有點薄了 四個全部都一起處理做更換 在後面 它在賓氏的電瓶是放在後面的 然後電瓶 就剛 我講的 它有很多低電壓 就測出來的時候發現 它現在已經 壽命剩下40幾%而已 所以建議換掉 小隊車上的電氣系統會比較穩定一點 好 接下來就 等料來的時候 再來做拆裝 還有 這個 防向盤的開關的按鍵 它已經剝落了 很長 一直按 按到後面的時候 它就皮就剝落 剝落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開關也要叫來換掉 這個開關也很貴 好 大概就這樣啦 師傅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電瓶先更換 然後電腦部分先幫它清除看 系統是不是都正常的 然後初始化丟失的部分全部都幫它重新學習 看會不會恢復正常 完成了 我們看看 這冷湯 我們現在有很多位置 我們在這種地方 這次的電腦 我們經過 我們做法 跟韓國 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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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